有人说气味也是一种记忆 而有些记忆是不论经过了多长时间 都还是深深烙印在我们的脑海里 尤其是那些陪伴我们长大 似曾相似的手细味道 我觉得跟之前小时候 妈妈在打扫的时候 用的花入水的味道是一模一样 然后闻起来就是一种很芬芳的味道 跟小时候的味道蛮像的 不过好像比较没有那么刺别 然后闻起来也比较香 就喷在室内有一点点花香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跟小时候的味道差不多 它只是说现在没有那么刺别 还不错 这个就是我们今年的最佳代表作 但是后来我们普遍都是把它用在这个环境 或者是用在这个生活居家 曾经风靡一时的花露水 可说是婆婆妈妈们的最爱 小小一瓶却有将近十五种用途 堪称是六零年代的万用法宝 花露水为什么很好用呢 因为它就只有三个东西组合的 非常简单 它就是水 酒精跟独家配方的香精 那这个香料是占很少的一个部分 所以它不会造成环境的负担 也不会造成人的负担 它能让这个环境更清洁 不会有这个发霉的味道 或者是臭味 细菌滋生 它就可以除菌除霉 除掉很多我们所谓的不雅的味道 那我们喷洒这个花露水的时候 就好像春风吹到你的脸上 你会觉得非常愉快 为了遵天心意 品牌特别加入了五行概念 让消费者可以有五种的香气选择 而花露水不仅可以用在清洁 和消毒 也能净化环境异味 古早味的外形不仅吸睛 在食用度上 也很符合现代年轻人的需求 我觉得用起来比以前更加方便了 甚至它的喷头都有重新设计过 而且不会说闻起来特别的呛 是闻起来非常的舒服 有一种放松心情的感觉 它其实CP值是非常的高 而且我们要达到杀菌效果 又有一定的香味 然后又不会很刺鼻 这三个条件就是符合我们年轻人所需要的 秉持着品质至上 物美价延的增值 品牌创立六十年来 持续推出了各种 维护居家环境的经典商品 像是最耳熟能详的文乡信念 以及方便携带的周边防纹商品 还有家家户户必有一贯的 蟑螂核心 币安柱系列它有消灭白蚁 蟑螂 蚊子 苍蝇 还有橙蟆 非常多的不同系列 比较新型的就是叫做立马建真章 整体讲起来它就是更环保 更安全 更有效 我们有一个使命感 就是要创造更完善的卫生环境 缔造更幸福的健康人生 所以我们就觉得这个芬芳社会 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责任 那怎么样芬芳呢 先从除虫除害 除菌除霉除去 我们不想要的一个东西开始 然后让我们大家觉得 很快乐 很和谐 很心旷神怡 就像春天一直飘颂着花香 像在我们身边的一个感觉 就是我们的一个使命